许念念前世 能从一个孤儿 奋斗成千万富婆 靠的就是她了不得的厨艺 和天才般的服装设计天赋 缝补这种小事情 她在孤儿院的时候就会了 一上午的时间很快过去 中午 许念念还在房间里琢磨 许志诚已经把午饭做好了 杨翠花和许志强从地里回来 匆匆吃了顿饭 又继续去上宫 去上宫之前 杨翠花还拉着许念念躲屋里 往她手里塞了个玉米饼 妈 这你哪来的 她不是去上宫吗 哪里有时间做玉米饼啊 听闺女问起来 杨翠花一脸得意 路上遇见泥奶 泥奶让我给你拿过来 赶紧吃了 看给你瘦的 握着巴掌大的玉米饼 上面还有些泥灰 因为杨翠花 揣在兜里一上午了 许念念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妈 我不饿 你吃吧 这老太太虽然思想古怪 对女儿却疼到心坎上 杨翠花忙去上宫 听了许念念贴心的话 眼里包不住泪水 乖 妈不饿 你赶紧吃了 免得等会儿 小崽子又来眼馋 说完 杨翠花也不等许念念说啥 扭着屁股就走了 捏着手中的玉米饼子 许念念到底还是没有吃 瘦瘦小小的许多鱼 站在他房门口 黑瘦的小手扒了在门窑边 眼巴巴地盯着他手里的玉米饼看 却也只是看看 没敢说话 他还记得 他就喝了姐的一碗糖水鸡蛋 妈差点把它扔去喂狗 许念念很喜欢小孩 尤其这个许多鱼 和他现在这具身体 还是亲姐弟 就更心疼了 蹲下身子 温柔地朝许多鱼招了招手 多鱼 来姐这儿 许多鱼愣了愣 不敢动 睁着一双黑溜溜的大眼睛 许念念声音更柔了 过来呀 多鱼 姐给你吃玉米饼 说着 他还把玉米饼朝他晃了晃 到底年纪小 加上常年没顿饱饭吃 许多鱼 没能抵住诱惑 舔着小肚子 朝许念念走了过来 许念念笑着 将他捞到怀里 动作太过突然 加上许多鱼 常年被许念念欺负 吓得张嘴就要嚎 还好许念念 及时捂住他的嘴 许多鱼睁着大眼睛 恐慌地盯着许念念 姐是不是又要咬他了 喊不出声来 许多鱼 吓得眼泪 巴搭巴搭地掉 看得许念念一阵心疼 忙给他擦眼泪 哎呀 你哭啥呀 姐也不打你 哄了半天 才把小家伙哄乖 许念念笑着 摸了摸小萝卜 毛茸茸的脑袋 把玉米饼递给他 给 多鱼乖 不能再哭了啊 许多鱼傻乎乎地 盯着许念念看 姐居然没打他 小孩子嘛 妄性大 也没有那么多 弯弯绕绕 见许念念 把玉米饼递给他 还说给他吃 宝贝似的 捧着玉米饼 许念念 见他用黑瘦的手背 抹了把眼泪 捧着玉米饼 眼巴巴地望着他 姐 妈会不会 把我扔去喂狗啊 许念念一愣 没想到 他问的是这个 一时间有些哭笑不得 又有些心酸 不会 你不告诉妈就行了 许多鱼眼睛顿时亮起来 在他怀里扭了几下 挣脱之后 捧着玉米饼往外跑 边跑还边说 二哥 二哥 玉米饼 玉米饼 许念念听了 心里莫名感到一阵暖意 多好的孩子呀 明明自己都没得吃 还惦记着对他好的人 看来 许志强和许志诚 没白疼他 不是 不许志强和许志强的 精髓的 注意